好吃的便當在哪裡 大家好 我是美食… 又拍手 嘿 我千千啦 要記得按讚還有按訂閱 順便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喔 大家好 我是美食水位千千 今天要來做一個非常有趣的開箱 相信看這畫面 大家應該大概就有感受到了吧 今天要來開 來平價到奢華的便當 從50塊到2500塊 2500塊對我本人來說 其實已經算奢華了 但我不知道對大家來說是怎麼樣 來吃吧 首先這50塊 來 喔 哇 50塊的便當 而且它連加雞腿也是50塊 我跟你講 現在要找50塊還有雞腿便當 不好找啦 阿浦便當 我個人也是找了非常的久 它呢是 我給大家看一下 雞腿便當然後三樣菜 重點是呢 你只要找去 你看這個蒸蛋 素晴 來吃 喔 這個… 喔 這個雞腿肉 這很大塊耶 超大一塊 喔 真的是雞腿肉 肉超嫩的 喔 這間便當食品之上耶 跟大家講一下 我覺得它的那個高麗菜 其實吃起來有一點點油 可是便當店其實很容易便當 本來就是吃起來會有點油 不過它的蒸蛋啊 其實吃起來蛋香味還滿重 而且沒有那個雞蛋的那種腥味 然後這個豆腐啊 它其實吃起來醬也調得非常的剛好 而且不會很死鹹 因為其實很多便當店的那個醬啊 吃起來都會有點死鹹 連菜也是 可是它吃起來其實不太會吃 只是有點偏油 然後米飯也不會過於軟 那就是剛剛好 但也沒有到特別好吃 就是米飯就是正常 欸 50塊便當這樣很厲害耶 現在哪裡還找得到50塊便當啊 我給它第一名 跟大家順便說一下 其實我個人非常的喜歡吃便當 這種類型的 但我後來發現其實很多人 很不喜歡吃便當 因為他覺得吃便當很沒有人味 可是我真的很喜歡 很多料 然後又配著飯就覺得好好吃喔 可是前提是米飯也好吃 因為有些便當的米飯很濕潤不好吃 吃完了 我只能說這個就是CP值真的非常的高耶 而且這個 比我買的很多便當還要好吃耶 然後它的肉其實也非常的嫩非常好吃 完全不像是50塊便當耶感覺 應該 就加了這個雞腿感覺應該是90塊 好吃 下一個 下一個是物饕池上便當 它是全台灣現在最大最多的那個 連鎖的那個便當耶 來開給大家看 看起來料超滿的耶 而且它其實物饕的池上便當 其實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這個盒子 是木盒 豆干還有雞蛋還有香腸 不過它香腸就是還滿小一塊的這樣子 先來舀一口看看 它這個舀下去中間有吃耶 它吃起來其實有點像是那種 一般滷排骨的那種醬料的味道 可是多了黑胡椒的味道 吃看看 其實米飯還是有差耶 比剛剛50塊的還要再粒粒分泌一點點 給你們看一下它的雞腿 其實還滿厚的耶 你們是屬於會把喜歡的東西留到最後吃 還是直接先把它吃掉那一種耶 我其實是那一種會把喜歡的東西留到最後面吃的耶 就最後的結尾是完美的結尾多棒 太喜歡吃便當了 吃完了 我覺得這個110塊的便當 其實它的菜色比剛剛50塊再多了一點點 不過它就是一般你吃到你不會覺得太累的那種便當 因為其實偶爾還是會吃到那種100塊的便當 那一打開一吃就想說到底什麼意思 所以我覺得它就是平均水準的便當 然後吃起來不會讓你生氣 下一個 喝個豆漿休息一下 因為接下來呢要進入我平常不會買的環節了 期待… 因為我個人真的是太喜歡吃便當了 接下來我們就進入280塊 它是陶屋 它其實是老台北人的記憶耶 就是這個陶屋便當 你們有沒有覺得這個外盒有點打開的時候 會覺得它是一個西餅禮盒 好 我們先來打開它 哇…它是個紙盒 裡面還有附餐後水果 火龍果 這看起來很豐盛耶 既然它看起來便當如此之厲害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糖是什麼 OK 湯就是一般的湯這樣子 我本來想說打開湯 主菜有兩個 青魚跟秋刀魚 我們先來吃吃看 等一下 先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那個沙拉旁邊還附著這個 應該是胡麻醬 這種小盒子裝 哇 它真的是 對 它的湯 但是它的湯碗用公版的 你不要這樣子 人家250塊就用在這兒 我先來吃這個青魚 很喜歡耶 不會太乾 鹹度也很剛好 而且沒有茶味 這可以喔 這魚真的是滿厚的喔 哇 它的玉子湯很好吃耶 因為很多玉子湯 它其實咬起來 就只有蛋的香味 沒有茶魚的味道 它這個是有茶魚香氣的耶 吃完了 我覺得整體吃起來的豐富度 其實還滿高的耶 然後我覺得它其實 吃起來的感覺比較沒有那麼油膩 而且有一種健康的感覺 然後不會只有就是 單純就只有一點點菜色 就是這個便當打開的時候 會讓我覺得說 哇 今天的便當很豐富耶 不會覺得很單調 視覺上是滿足的 OK 下一個 接下來要進入我們的500塊 長榮桂館 這…這什麼東西 這什麼東西 看起來很神秘耶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好了 這個外盒是我們一般很… 很印象中日式餐盒的感覺 來打開囉 500塊 哇 這個貝 這個鰻魚 哇 九公格耶 我的天啊 而且我一眼看到就看到干貝 還有這個貝類 是蝦子嗎 還有鰻魚耶 500塊 好 我來吃吃看它 現在是炒飯了 而且這個 等一下這個是 炒飯裡面還有鰻魚汁 這感覺到廚師的用心 是Amizium 很可以耶 它炒飯咬著咬著會有那種很淡的那種 鹽的那種香味 你感覺香味跟蛋的香 就是越咬越香的那種口感 而且因為它的鰻魚汁其實沒有放很多 所以你又不會覺得過鹹 你看這個 不是礦肉 是熱牌耶 我很喜歡 很油 感覺我比較多的那種 還有這個蝦夾 這個蝦夾的蝦子有夠炸的耶 它不是只有那種什麼一兩隻 它是一咬下去整個都是耶 這個咧 喔 這個是麵 這個其實也滿好吃的耶 它有那種白胡椒的香氣 吃白胡椒喔 我覺得還滿特別的 因為我很少吃到有白胡椒 用白胡椒在調味的菜 幸福耶 幸福就是這麼的簡單 所以我們來吃一下這個長得像鳳梨蝦球的東西 超大一坑的耶 我跟大家說這個蝦球呢 不是我們想像中的鳳梨蝦球 它是用荊棘還是橘子醬下去調味的 所以咬起來就是蝦子那種Q彈的鮮甜之外 還有那種荊棘酸酸香香的那種香氣 現在吃一下這個貝雷 這貝雷上面好名太子耶 吃起來還好 現在接下來吃鰻魚飯 鰻魚飯下面這個 有點像是一般的米飯耶 下面就是米糕 滿魚的味道我覺得有點太鹹了 沒有到甜味還好 反正鹹度比甜味還要再高一點點 吃完了 打開長榮桂罐真的會讓你覺得 喔 這豐富性也太高了吧 然後我一定要特別講一下 我個人非常的喜歡它的炒飯 跟它這個肉絲的炒麵 就是最旁邊我剛剛說過 白胡椒味道比較重的那一個 因為有一些炒飯或是炒麵 就是你有加白胡椒下去調味的時候 你很容易嗆口 就吃起來你會覺得太刺不舒服 可是我覺得它味道非常的剛好 所以你會越嚼越香 然後很喜歡一口接著一口 我個人非常的喜歡這兩道 然後其他其實都在水準之上 很推薦 但是就是500塊就是對 然後直到現在我還是不知道這一杯是什麼 但我覺得很好喝 這個跟炒飯還有炒麵 如果單獨出一道 我很高位去買它 尤其是這個 然後 接下來是這個2500塊極致奢華 你看一下它這個外面 相當的繞花 它這個是絨布的 我真的不懂 這便當究竟是誰會訂這個 究竟這2500塊這個究竟是 等一下不是我要 不是我的話太多 但它這個 你這個絨布是長這樣 這有沒有像是裡面應該要塞枕頭 有吧 哇 這大家看是木盒 木塊 還是紅色的布 哎呀… 我們要小心的對待它 我們先打一個外 裡面可以裝枕頭 或冰箱 或是嫁妝 我現在有一點點緊張 因為冰箱 哎唷 對嘛 對嘛 這樣有貴的感覺了吧 還是感覺裡面 應該要裝一些什麼古董之類的 來囉…打開囉 三層的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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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挖… 你們有看到嗎 哇 這龍蝦耶 還有…這裡還有鰻魚耶 等一下我來看一下第二層是什麼 啊 第二層 哇 第二層好像比較是我喜歡的耶 我最喜歡的 應該是這樣 哎唷 最下面這一層是飯 你看 怎麼辦 怎麼辦 這個就是我們的 2500塊的便當 這個馬路便當它其實 2008年的時候有獲得米其林餐廳 而且重點是它因為是無菜單料理 所以我今天在訂它的時候 其實我非常的期待 因為它其實連便當也是無菜單的 我們先來吃吃看好了 你看它的飯滿好吃耶 它的飯是有灑一些鹽在上面 甜甜鹹鹹的 先來吃下這個魚好了 這個魚肉其實吃起來的甜味還滿夠的 它其實真的很鬆 只是就是它的魚刺真的好多喔 這個我喜歡 吃起來甜甜鹹鹹的 因為肉吃起來其實還滿Q彈的 然後我其實本來有點預期說 這2500塊裡面可能會有生魚片 或者是其他生食的東西 因為我想說是日本料理店 但它裡面其實熟食還滿多的耶 我在想說是不是因為放便當 所以怕它容易壞掉還是怎麼樣 來吃一下這兩顆黑色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有點像櫻桃 然後還發黑 墨魚 墨魚丸子 來吃一下這個螺 完美 口感很難Q彈耶 先來吃這個龍蝦好了 吃肉 我來吃一下這個蝦子 其實蝦子其實也還滿大隻的 你看 很大隻的蝦 這很像那種拍廣告的蝦耶 你看這樣 哇 一打開你有沒有看到噴汁嗎 哇 它這蝦都超甜耶 超甜 跟我一樣甜 跟我一樣甜 你們看一下這蝦子 把它的殼全部掰開它還是很大隻耶 它的蝦子真的甜爆 這個丸 SUSHI 比比 鮑魚 吃完了 我覺得整體吃起來其實感受到它的東西還滿新鮮 尤其是蝦子 就其實看得出來有滿多滿貴的料理 可是因為剛好我個人對於這類型的食物就是比較還好一點點 所以我覺得對於我來說吃起來就是比較偏正常 大概就是這樣子 開箱完了 不知道大家今天看完這五個便當裡面你們最想要吃吃看哪一款 我先來說我個人好了 就是不管價錢的話我今天最喜歡的便當會是這個 長榮桂罐的便當 因為它裡面除了是九宮格就是有九種樣式之外 其實我覺得它每一個的口味都是水準之上 而且其實我還滿喜歡它 即使看起來也很普通的料理其實吃起來也還滿好吃的 而且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耶 就是比較偏貴的便當好像都是偏日式的 就算說有混雜一些台式 就對於比較偏日台式的那種便當 不知道大家對於奢華的便當價格都大概是多少 因為我今天吃我個人心目中奢華便當其實就大概500塊以上 對我來說我都覺得還滿貴 雖然說我平常會買150塊以下 然後如果你有吃過很貴很奢華的便當 然後你覺得非常經驗或是印象非常深刻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因為我其實還滿好奇大家吃 就是比較偏貴的便當的時候 有過一些什麼有趣的一些經驗 因為像我今天吃完之後我就真的 真的是滿印象深刻的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 非常感謝大家看我的影片 就先這樣 掰掰 Sakura 是Sakura嗎 還是是大麻 喔 楓葉 楓 楓葉 楓葉 OK Sorry